这个满头白发的奶奶到幼儿人街孩子放学 一句话惊掉老师下巴 我不知道奶奶也不知道老人 我就是他嘛 令人意外的是 这是一对龙凤泰 今年五岁 两者相差五十六岁 他们并不只是名医上的母子 而是弟弟缺缺的情生骨肉 是他在五十六岁那年 貌似剖腹剩下的两个孩子 而他也刷新了北京地区产妇年龄上限 我就试一下 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希望 就百分之一的希望 我都做百分之百的努力 我当时这么想的 那是很决心很大 当年郭敏五十四岁 先别说经济问题 就是他自己的身体都不允许 年过半百生理期早已结束多年 想要靠自己怀孕 根本不可能 唯一的方法就是试管婴儿 而当时在中国试管婴儿的成功者 最高才四十九岁 试管婴儿对郭敏来说 几乎为零 但郭敏并没有被吓吞 刚进诊时就给博士医生 当当当刻了三个想头 求人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决心 而他怀孕的动机 还要从两千年说起 四十六岁的郭敏告别了一段痛苦的婚姻 想明白的他 成为了年纪最大的北漂 一年后他结识了现在的爱人 慢慢站稳脚跟后 便想着把和前夫所生的女儿 接到北京一起生活 谁料刚下决定的当晚 一则信息突然发到了BB机上 郭敏不可置信地看着短信 直到看到女儿的尸体 才明白自己二十四岁的女儿不在了 当时郭敏想死的心都有 短短两三天时间 头发全白了 他认为是自己的离开 才导致女儿死亡 郭敏将一切责任贵咎到了自己身上 对女儿的极度想念和愧疚 突然转化成一个想法 他要以另一种形式 让女儿回到自己身边 随后便开始四处求医 经过检查发现 郭敏虽然年纪大 但是只生过一个孩子 子宫比想象中的要好 怀孕可能很大 最终在经历两年的痛苦折磨后 56岁的郭敏受孕成功 但意外却突然发生 刚回家不久的郭敏就发生了大出血 第一次是管婴儿失败了 在一番复盘后 郭敏也找出了自认为的原因所在 柳敏老太为了怀孕 一天喝六碗豆浆 豆浆里面有的东西 那促使你怀上 一天我不喝水 一天喝六碗 独生女意外车祸死亡 心灰意冷的郭敏 突然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 日本60岁老人靠着 试管婴儿成功生子 这个消息彻底激励了郭敏 我在54岁 就吃一点药 调理什么都过两年我也能 因为我毕竟比他小六岁 最终在家人的质疑和担忧中 54岁的郭敏四处求医 在持续半年的打针吃药下 郭敏终于来了李家 第一次试管婴儿一流产告终 吸取教训后 郭敏一次性植入了三个胚胎 其中一个流产 留下来了两个 60多岁的老班听到是个双胞胎 吓得不行 急忙催他留掉一个 可是郭敏坚决不同意 郭敏在80岁老母亲的支持下 义无反顾地留下了两个孩子 随后严格按照医生的话 做宝开护胎 更是按照自己的理解 一天喝六碗豆浆 不敢有丝毫懈怠 那个孩子有了以后 我觉得我看到希望 看到黄敏看到未来 2010年4月 在北京1月20多位 转家的帮助下 郭敏成功剖腹产下龙凤胎 手术贷生产的费用 一共花了8万元 其中3万元是80岁老母亲给的 尽管用光了所有积蓄 但他认为这是 他这辈子花的最值得一笔钱 然而孩子是求来了 但变故也随之而来 老板原本也有儿子 他的钱大部分要留给的儿子 成家立业 所有重担都落在了郭敏身上 生活的压力 很快就将新生命降临的喜悦冲淡 在儿女未满百天的时候 60多岁的郭敏夫妇 不得不重操就业 身为会计的他 更是一连接了好几家公司 为他们作账挣钱 再加上1000多元的退休金 一家人勉强过货 四口之家就这么 摇摇于坠地撑了三年后 郭敏的老伴 也就是孩子的爸爸突发脑梗 从此便瘫痪在床 老伴现在不仅无法工作挣钱 还需要郭敏全天候的照顾 六旬老太太刚生下龙逢胎不久 老伴就因压力太大瘫痪在床 所有重担全都压在了郭敏身上 本来就是见男生 活在北京的北漂 如今还要照顾三个 无法自理的人 仅仅半个月就压得郭敏喘不过气 为了尽可能的解约 一家四口租住在北京长平区 一个仅有七平米的出租房内 狭小的空间里堆满了东西 里面还有不少捡来的废品 尽管来自各方的好行人 不停地送来爱心和祝福 但依旧远远不够 老伴与前夫所生的儿子看不下去了 主动将父亲接过去抚养 这才给了郭敏喘息的机会 时光飞逝 两个孩子很快就五岁了 虽然不用手把手照顾 但是到了活泼好动的年纪 郭敏照顾起来 显然力不从心 依此去快递途中 哥哥更是砸碎了路边商家的灯像 面对老板的质问 郭敏只能不停赔礼道歉 郭敏一边弄骂儿子 一边往外走 老板见状也只得作罢 然而生活的艰辛还不止于一次 每天早上六点不到 郭敏就要起床给孩子们细数 然后送他们去幼儿园 接送孩子的同事 也能随手减歇费品变卖 随后才匆匆回家吃饭 而吃饭是能省则省 自从生孩子的五年来 他连鸡蛋都没吃过 简单吃过早饭后 郭敏便开始干货 他现在要为六家公司作账 一屁股坐上去 几乎不会挪卧 但面对昂贵的生活成本 这些工资依旧不够 身为会计的他只能精打细算 每天生活费必须控制在十块钱内 为了买便宜的菜 更是会徒步五六公里 同时又为了给孩子补充营养 他每个月都会买一条三斤种的鱼 分开四次吃 一个礼拜吃一次吃一个月 说起这些过敏 就是满脸心酸 每天晚上他还要照看两个孩子做作业 这也是很头疼的 2017年 63岁的郭敏突发脑梗 不得不辞去几份会计工作 不多久老伴也去世了 自然老伴的退休金也没有了 日子仿佛陷入了绝境 尽管如此他还是言辞拒绝了 别人收养孩子的要求 因为生活所迫 他决定等孩子们读完九年义务教育 就送他们去上计校 高中大学读不读了 学个手艺 早点出师会养活自己 故事到此也就戛然而止 但有消息表示 郭敏曾经花钱给大女儿 在北京朝阳去买了一套房子 自从女儿去世后 一直没有去住也没有提及 但至今房子已经价值千万 不知道事情是否真实 如果真是这样 两个孩子总算是有客家了